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实行品的这个第二段就是在卷二十开始 从第七以后呢就在这个卷二十 所以实行品分成两卷 那我们看到呢第八就是594页 第八叫做难得行 所以我们看一下594页的第四行这里 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赫萨难得行 这个难得行呢是相对于 这个十波罗蜜的怨波罗蜜 所以他说这个第八难得行体依怨度 就是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第七叫做方便 第八叫做怨 第九叫做利 第十是至 所以第八呢 这个难得行 它是依怨波罗蜜而成就 所以他在解释这个难得行的时候呢 先分成两段 一段是属于 你在这个阶段的菩萨呢 他在自己的修行当中 会呈现什么症状 什么样子的情境 什么样子的发心 他会有什么观念 所以呢这是叫做自分 第二步呢 他还会再继续更积极的去发怨嘛 因为呢这个叫怨 那怨要发到怎么样的程度 才能够满足这个难得的这个标准 叫难得嘛 那如果我们是修 这个轻轻松松的修 就一点都不难得 所以呢就要怎样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所以修行呢要修到呢 就是有人说师父啊 这修行要这么辛苦做什么 其实呢 这个辛苦越能够辛苦 你觉得辛苦那个是我们的极限 你能够超越那个辛苦就不辛苦 那所以呢 真正要修呢 既然要修就是要调整 你本来调不掉的 改不了的 那就要突破种种的困难 超越自己的极限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 先讲到自己的这个阶段 所以菩萨呢修到这边呢 前面累积种种的福德智慧 那是发达愿修行 然后到这里呢 已经呢具备有很根深蒂固的 叫做善根 就是善法的一种根 很多人说 哎 我很善良 但是这个善良是看情况 如果遇到讨厌的人呢 你就变得不善良 是不是 那我们要有善根 要修到什么程度才叫做 真正的善根 所以这边呢就讲 此菩萨成就难得的善根 难得善根呢 是难服善根 罪胜善根 不可坏善根 无能过善根 没有人能够超过你的发心 所以到最后呢 你会发现 你是在自己的生活群体当中 最优秀的那一个 那这个最优秀呢 不是你最聪明 而是你最能够呢 在菩萨行当中呢 坚定 而且呢 就是叫做难服 没有 没有任何的困难 能够障碍你 就是难服 所以有智慧的人 遇到困难 他把它当成是一种挑战 想办法解决 没有智慧的人呢 遇到困难 就直接放弃 刚好呢 找到一个理由 一个借口 所以难服善根 最圣善根 不可坏 也无能过 再来 这个善根不思议 而且这个善根呢 可以成就叫做自在 就是让我们是自在 但是不是 是放纵的自在 而是你随着 随着不同的因缘 你都能够很清楚 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好 那不能做的呢 就想办法 去成就他 好 所以呢 这是与佛 同一性 善根 所以跟佛 是同一个阶段 同一个发心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先讲 菩萨成就难得善根 以下呢 好 就先明 先说明啊 修成的善根 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样子的 好 那有了这样子的善根呢 就会呈现出 十种修行 十种修行 使菩萨修诸行的时候 修诸行 一切的修行呢 在佛法当中呢 你就会 能够呢 非常理解 非常听得懂 所以有些人说 师傅啊 我刚刚开始 学佛 那送这个怀念经呢 叫做 不叫做似懂非懂 叫做完全不懂 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那 我们就会告诉他说 这是刚开始都会这样 对不对 你送第一遍 完全不懂 到第二遍之后呢 你就有不同的心情 第三遍 第四遍 乃至于到最后呢 你在这个修行当中呢 会发现 佛法就像一个宝库一样 让你一直呢 乐此不疲 所以对佛法中呢 得到最殊胜的理解 而且不会谬解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于佛菩提得广大解 于菩萨愿未曾修习 尽一切解心无疲倦 于一切苦不生厌离 所以有这十个 就是这十个呢 前面讲啊 你的心啊 就在这个修行的路上 都会一直持之以恒 而不会呢 走走停停 那对于一切的修行 所成就的 你是甘之如矣 而不会觉得 很苦 所以我们在这个 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呢 都希望什么 一开始的人的心态 就是用最少的努力 得到最大的效益 是不是 所以呢 要怎样才会有效 我们说送一部经 那一般人 一听到送经呢 就会先问 要送多久 是不是 那如果说 送华严经 他就会马上直接拒绝说 没有空 那如果说一开始呢 送个心经 念个佛 他会说 那可以试试看 是不是 可是 我们只有花一点点时间 念个两句 有没有效果 那效果很有限 所以当你愿意发大心 去受持一部 大部头的经 这时候呢 你的心量就扩大 所以扩大 所以为什么要推广 这个华严经 虽然很困难 推广到现在呢 大部分的人都愿意 印经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都很少愿意 受持经典 所以我出钱就好 你不要叫我念 是不是 一般人是这样啊 但是我们 只要呢 你开始发心 那渐渐呢 就会有这个因缘 去接触 所以这次呢 师父去上海啊 这去年 去了之后呢 就一直没有时间 到半年 以后呢 才又再一次 去上海 那那边的菩萨呢 就希望能够听到佛法 那想要听佛法 可是 我们开的这个班啊 就有一个很严格的门槛 就是一定要有 送华严经的人 才可以参加这个班 所以我们看 我们这一班都非常松 没有送也能来上 对不对 那他们这一批台商呢 要请师父去啊 不容易 所以呢 刚开始了 这个班只有20个人报名 因为只有20个人 敢参加这个 送华严经的 这个课程 结果呢 到了快开班的时候 他们觉得 太难得了 师父难得来 所以呢 就有几个呢 就开始发愿了 去拉 去拉课 所以他就拉拉拉拉拉 然后他们到最后呢 因为门槛 是要送华严经 所以他们最后呢 无所不用其极 竟然跟他的朋友说 你只要送一句 就可以来了 所以有的呢 就说 这么好 那就送了一句 跑进来 果然呢 有送的人 听得发喜充满 没送的人 听得不沙沙 但是呢 自从他接触了 这个华严经之后呢 他开始引发 很大的好奇心 说到底这部经 为什么大家这么疯狂 这么认真 而且我们在群组里面 很火热的 大家就会 这个他们就在分享啊 他们好像在比赛一样 那都有一个假想敌 他们就 譬如说 诵经送很慢的 他就一直找 那个最慢的 当假想敌 我只要不要 落后于他就好 那诵经送很快的呢 就一直找 那个第一名的 所以呢 这个就很有趣 大家在诵经的时候 送得很开心 那 就叫做同道中人 那每一个 送了经之后呢 都产生一个疑问 说到底华严经在讲什么 因为都不能理解 里面很复杂嘛 里面所讲的道理 是超过我们的思维 那这个思维呢 是因为我们平常的经验当中呢 还不需要做到这么多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 在这一生当中呢 能够呢 超越现有的境界 能够再更殊胜 能够再更长远 能够更自在 那么呢 就要在这个 华严经当中 找我们的方向 所以呢 这个菩萨 在修行的时候啊 他这个善根啊 怎么样成就 其实是在 广度一切众生 在自己的精进修行当中呢 渐渐的养成一种习惯 叫做 于菩萨愿未曾修习 而且尽一切节 心无疲倦 于一切苦 不神厌理 所以修行 所发的这个愿呢 就会 能够持之以恒的 去超越一切的苦 下面就讲啊 那当有这样子的 善根的时候呢 摩啊 就是表示一切的境界 顺境逆境 这一切众魔 所不能动 就不能够 在动摇 我们的发心 那一切诸佛之所互念 因为我们跟佛 是同道中人 同样发 同样的善根 所以我们今天有 很多菩萨 要去受菩萨界 那师父的功能啊 就是让一个人 从不知道什么 叫做受菩萨界 到最后呢 发现自己 是菩萨 然后呢 到受了菩萨界之后呢 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就转变 变成什么 变成同参道友 以前是师父在带大众 是因为不懂的 有很多 我们慢慢的 让大家能够了解 佛到底在讲什么 那等到呢 自己呢 受了菩萨界之后呢 你就会成为什么 成为要当别人的 一个善知识的 这个角色 所以呢 进入菩萨界的 这个身份啊 我们要自我呢 有一个提升 什么提升呢 今天我们送了 华严经 刚开始 很多人是送华严经 想要成就 这个华严经的功德 想要得到 佛所说的富贵 那现在呢 受了菩萨界之后呢 来送华严经 这就是佛在教我们 如何当菩萨的教材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佛就会互念 而且受了菩萨界之后呢 更能够得到诸佛的互念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你已经确定 你要走修行这条路 生生世世呢 已经没有退路了 就是只能成佛了 只能往成佛的这条路 不管走到哪里去 一切世间的所有的什么 不只是天人阿修罗 不只是这些天龙八部 而且是菩萨跟佛呢 都知道你已经入了菩萨 菩萨位 所以所有的诸佛 十方三世的诸佛 都会来互念 所以我们的贵人就特别多 所以这边呢 就会具足一切的菩萨行 具足一切的菩萨行 那修菩萨行 心情匪泄 于大圣愿横不退转 所以有这十种功德 有这十种功德 好那接下来呢 他就开始讲 菩萨安住此难得行 所以前面讲 有殊胜的善根 然后会有这十种功德行 那有了这样子的难得行 之后呢 于念念中啊 能转阿僧其劫生死 是不是 就具备有转众生 业力的能力 把一切的生死啊 能够转为 这个 这个功德 转为捏盘 转为清净 所以呢 而不舍菩萨大愿 若有众生 成事 供养乃至见闻 所以从此之后啊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接触到的一切众生 这些众生都会得度 都将得度 所以乃至见到闻到 见者闻者 都能够怎样 与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得不退转 所以呢 受了菩萨戒之后啊 是不是 已经发了大怨心 就不能躲起来了 就要怎样 到处爬爬照 像师父这样子 到处爬爬照 爬爬照做什么 就是节缘 逛街一切的善缘 好 那 这前几天呢 去上海 这两天 这两天呢 第一天全部都是在做什么 这上课 就是把这些菩萨呢 全部集合 上了一天的课 隔天呢 就开始呢 爬爬照 这个当地呢 有很多人啊 他们 很少有接触法师的机会 所以呢 就是到这些上课的菩萨 有来上课的菩萨呢 他们的公司 他们的工作室 他们的喝茶的地方 吃素的地方 好 所以到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呢 去那个素食馆吃饭 那这素食馆呢 在上海啊 方圆百里 很难找得到一间素食馆 所以呢 如果有素食馆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去给他支持 一定要去 在那个地方呢 坐一坐 对不对 那去呢 这素食馆呢 我们一般说 要去支持的 通常都很难吃 那结果呢 他那个是 哇 非常好吃 为什么 因为这个菩萨 他自己种米 种菜 自己做豆腐 自己呢 还有怎样 制作这些所有的 就只差油 没有自己做而已 所有的这些材料 都是他自己准备 然后他为什么会 去准备这样子的 因为他有一次啊 遇到一位法师 这个法师呢 就告诉他说 你要行菩萨道 你应该在这个地方 开个 这个素食餐厅 因为现在吃素的人啊 都找不到一个 如法的餐厅 那他的收费啊 这个和台币 大概一百 一百出头 是吃到饱 太棒了 很想去 对不对 吃到饱 那他的勉勉强强 可以维持他的管销 可是 这其他 再多余的装潢就没有 可是很奇怪哦 就会有菩萨 就会来突然问他说 你这里需不需要桌子 我有一个多的桌子 而且那个多的桌子呢 扛来刚刚好 就是非常神奇 所以他里面的装潢呢 古色古香 全部都是 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 然后这里面呢 就 各式各样的人啊 都会出现在这边吃素 这个师傅呢 一去啊 就跟来好几个人 然后就跟在后面 看到难得有师傅啊 而且又台湾来的师傅啊 然后就跟着 那吃完饭就坐下来 讲一点话 那其中呢 就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啊 听了这个十分钟 是不是简单的一个 简单开示啊 他就马上就合掌 他说 师傅啊 可不可以请问啊 如果有人啊 学佛学了六年 那一直都没有想要皈依 可是呢 在这个此时当下 突然生起皈依之念 可否皈依呢 我说 请问那个人是你吗 他说是 那我说 那你为什么要皈依呢 他说以前呢 他都不想皈依 他觉得学佛就好 他不重视那个形式 那现在呢 那突然看到师傅啊 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想皈依 那你看 那我就确定哦 师傅是有发菩萨心的 所以你看 若见若闻 就会想要来皈依嘛 那时候 我说当然好啊 你遇到一个会动的佛嘛 难得 那我就跟他解释啊 这个皈依啊 不是皈依 师傅一个啊 因为师傅呢 皈依完就要飞回台湾 你就找不到师傅了 所以那皈依之后呢 你是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皈依三宝 所以皈依之后 所有天下的师傅 都是你的师傅 你不能只认一个师傅 要说所有的善知识 都是我的善知识 所有的菩萨 都是我的学习的对象 他说他能够理解 那我就开始跟他解释法脉 总是要让 要交代一下身家嘛 所以我们是这个禅宗 那禅宗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师傅啊 是须云老和尚 他一听呢 马上站起来 他说啊 其实老师讲 师傅 我在今天中午吃午餐的时候 刚好看到 在素食餐厅里面 在播那个百云须云 百年须云啊 百年须云 然后他是一个电视剧嘛 然后可是呢 看到正精彩的时候 他就切掉了 六分钟 所以他只有看了六分钟 结果那六分钟呢 给他 这六年来的修行 一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须云老的上呢 刚刚出家 他是修苦行 他是躲在山洞里面 拜灿 然后呢 修苦横 修到呢 全身啊 穿得破破烂烂 裤子已经烂掉了 因为他住在山里面 那裤子已经烂掉了 鞋子也烂掉了 所以他只有穿 披一个 袈裟 然后头发呢 很长 长到膝盖 然后他哭一个金刚圈 那因为每天呢 吃什么 每天吃松叶 所以呢 全身都绿绿的 眼睛呢 炯炯有神 人家看到都以为是鬼 所以后来啊 他就在这个山里面 这样修行 他觉得 有如禅定啊 非常快乐 有一天呢 有一个不知道 哪里冒出来的人啊 来找他 一找到他的时候呢 就顶礼说请师父开世 结果 这虚扰上的当下呢 觉得非常惭愧 他说我这样子修呢 可是我其实对佛法 并没有真的很懂 人家要叫我开世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好 所以呢 他说 请你开世 那这个人啊 就跟他说 其实我也不太会开世 我学的很少 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 一个善知识 所以就把他介绍去 天台山 一位很有得恨的老和尚 叫荣敬老法师 那个地方 那他就去参访 这个荣敬老法师 荣敬老法师 一看到他 就问他 劈头就问一句话 你是出家的 还是在家的 还是到的 是不是 你是生族 是到 到底哪一组的 因为长成那个样子 他说呢 我是出家 受戒的吧 受了戒 你这样子 是谁叫你这样修的啊 他说是我自己 是不是 他自己差异的嘛 自己想的 那这个老和尚呢 就呵斥他 他说你知不知道呢 古人啊 修苦恨 持身 而且古人呢 还发大心 持心 是不是 你这个教理都不懂 长成这个样子 人不人 鬼不鬼的 这样子修 你何时 会成就 很容易走入外道啊 经过呢 老和尚的一何次啊 他突然就 有所醒悟 所以师父呢 就说 佛法不离世间法 你呀 发心修行 非常好 但是要像人一样 所以就去剃头 然后把衣服穿好 然后就过正常的 这个出家人的生活 所以这个是 当时的 他看到的那一幕 他一看呢 刚好呢 电视演得正精彩的时候呢 就结局了嘛 就结束下一集 所以他就 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想 哎呀 我好像也是这样 是不是 自己自以为是的 就以为吃素 就是修行的啊 那也没有去哪里学啊 那突然呢 就觉得 我应该要来跪异 而且我晚上呢 就遇到一个师父 是不是 是真的很神奇 那我就问他呢 你是从哪里来啊 结果呢 他是 他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不是住附近 他住在呢 这个上海的东方 在浦东 那这个松江这个地方 是上海的西区 他要从那边过来 要两个小时的车程 怎么跑那么远 是不是 那我更远 我从台湾飞过去 那也不过就在那边吃一餐 这个缘分呢 就很殊胜 所以当下呢 马上就帮他皈依了 那这个皈依的人以后呢 他会怎么样去修学 怎么样在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呢 会产生什么影响 就不知道 但是皈依之后呢 就给他功课啊 他就得要怎样 发行学法 学了法之后 他自然就会在佛法的引导下 就会发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 他就会影响他身边的人 就会带动更多的人 来学习佛法 来行菩萨道 发菩提心 所以这个就是呢 这个整个呢 一个是效应 是无量无边的效应 所以若有众生成事 供样乃至见闻 皆于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德不退转 你看这个主事大德 他只有修行立下典范 那后人就看到这样子的 一点点的片段 就能够发菩提心 所以呢 这是非常殊胜 是非常殊胜 好 那下面呢 开始啊 就开始讲啊 死菩萨了 就要开始广度一切众生啊 虽了众生非有 是不是 有些人说 阿一切众生不是虚妄吗 我误了空性 误了空性的人啊 很容易呢 就落入什么 落入不执着 那既然不执着 菩萨度众生一定很执着 对不对 无一众生 不度 不舍一众生 好 那有这个众生呢 你非要度他不可 这是不是一种执着 对 所以呢 诶 这个菩萨呢 他说 这个不叫做执着 这是一种愿力 好 因为你知道众生 不是 不是真实的 好 一切众生呢 是虚妄不实 但是呢 不舍一切众生界 这是愿力 好 而且这个愿力呢 是不执着众生的愿力 我不是因为执着你 我要度你 好 一般人 是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我要度你啊 好 那我不喜欢你呢 管你 管你怎么样 好 是不是 不管你的死活 是不是 好 所以他下面呢 就讲啊 此菩萨 虽了众生下的八行半经呢 好 就是呢 在讲什么 在讲利他的功德 所以了众生心 但是呢 了众生非有 但是不舍一众生 好 就像是 坐船的 这个船师啊 是百度的人 百度的人呢 好 他在此岸跟彼岸之间 做什么 永远做百度者 他不会停在此岸 这样子没有办法 把人载到彼岸 他也不会停在彼岸 我不回来了 那这样子没办法 好 运送 好 所以菩萨呢 像传师 好 像百度的人 好 所以此岸众生 到彼岸 往返无休息 好 那 菩萨也知道 好 就是 此岸就是什么 此岸就是生死 彼岸就是什么 彼岸就是涅槃 好 是不住生死 也不住涅槃 而在往返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广度一切众生 是不是 他可以在彼岸呢 他自己有能力 挣到捏盘 但是他不会 好 说 那我再见 不联络 是不是 好 所以 他会愿意回来 愿意回来 不是因为轮回而来 好 是因为愿力而来 好 那 我们大部分的人 也是都会回来 好 是没办法 是 好 是不想回来 却被 怎样 好 被业力拖回来 因为呢 舍不得 放不下 好 所以 这个地方呢 说菩萨发的愿 就能运渡此案众生 至于彼岸 安饮无畏 无忧恼处 那放了一批众生之后 再回来 再继续再接引 好 所以这叫做 来来回回 而不住 好 那虽然不住 但是不表示呢 哎 不渡众生 好 所以呢 这边就讲到呢 好 这一般呢 就是讲 生死是此案 涅槃为彼岸嘛 好 那发心之后 成佛之前呢 三贤十地的菩萨呢 还是有生死 是不是 菩萨有什么生死 我们众生呢 叫分段生死 几岁生 零岁生 几年几月 几日生 几年几月 几日死 一段一段的历程 这一生 当人 下一生到天 所以叫分段生死 菩萨呢 哎 他呢 叫千百亿化生 但是呢 他是有什么生死 叫做意念当中的变异生死 好 所以因为菩萨叫做 一生所生嘛 随愿随念化生 所以呢 菩萨 叫做二死 什么二死 就是这个变异生死 分段生死 所以呢 所谓的生死呢 就是在心念当中 也叫做生死 所以还在生灭的状态 就是生死 所以生死涅槃都不住 好 那义不于众生数 而有所作 好 就是不会说 哎呀 那度众生 你那里是有几个 是不是 好 是不是 呃 师父不好意思 我们只有三个 三个要不要度 三个要去度 但是其实度的不太甘愿 是不是 大老远跑一趟 他跟你们三个 而且三个里面还有 很多都听不懂 好 是不是 那这样子呢 就会觉得 众生太少 好 那 很多人就喜欢 很多 是不是 你看我多厉害 我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好 那菩萨呢 如果因此啊 沾沾自喜 他就很难做菩萨 为什么 因为有众生相 所以呢 与众生数 不产生分别 多 也不执着 少 也不执着 是不是 少 只有一个众生 不会舍弃他 好 很多众生呢 也不会执着他 所以 不舍多众生 不执着少众生 不舍一众生 不执着多众生 好 众生界不争 不减 好 不生 不灭 不够 不净 不分别 好 所以这是众生的一个 好 度众生的心态 好 为什么 因为呢 好 所以一切众生呢 皆是佛 好 众生与世间呢 众生与佛啊 是没有差别 所以众生界 法界 没有差别 无二法 好 因此呢 不落两边 好 所以生死如果是 就是涅槃 生死即涅槃 就没有众生 就没有佛 是不是 众生与佛 是无二无别 好 所以 入了这个 无二的法界 好 所以呢 菩萨了解一切法 是无二 好 这是六祖大师啊 在六祖谈经里面 好 他出来弘法的时候 这个师父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请他出来 说法的师父啊 好 就请问他 他说啊 大师 听说啊 当时啊 无祖 红忍大师啊 为你 开示的时候 好 你这三言两语呢 就明白了 整个佛法的大意 那到底呢 无祖跟你 开示了什么 是不是 就很好奇啊 为什么六祖大师 讲个金刚经 讲到呢 庄严净土分 他就已经开悟了 怎么那么厉害 那如果呢 不用讲就开悟 他应该早就 自己修得很好 是不是 可是讲了 诶 就开悟 那到底讲了什么 如果我们知道那一段 我们应该也有可能 对不对 你看我们也是读了金刚经 读很多啊 有的人还会背金刚经 是不是 那为什么我们 都已经读得更熟了 懂得更多 却一直都没有办法 找到重点呢 好 所以呢 六祖大师啊 就不吝息的 去公布这个秘密啊 好 他说呢 只有 这个 只有两个字 好 无祖 他只有讲两个字 唯论 见性 不论禅定 解脱 好 那为什么不论禅定 我们不是都说 要修禅定吗 好 这个第一步啊 脚盘起来 然后再来呢 舌底上额啊 眼睛啊 下垂 对不对 好 这个眼若垂帘 然后面部保持一丝微笑 然后我们开始就 修观形啊 修禅定啊 所以一般都是 要讲禅定的步骤 次第 然后修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到最后 就可以得到解脱 出国二国 三国四国 最后就达到 阿罗汉就解脱 为什么他现在不讲 他说 诶 是因为时间不够吗 但很不是啊 就是 其实说法呢 直接就讲重点 是不是 我如果明白自己的心 禅定与解脱呢 诶 就自然都能够打得到 所以 这印宗大师 就讲涅槃经的这个大师 他就问啊 他说 为什么只论见性 而不论禅定解脱 六祖讲啊 因为是二法 不是不二之法 禅定是相对于什么 散乱 解脱是相对于什么 束缚 那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的束缚 从哪里来 好 我们就是 从烦恼来 啊 为什么有烦恼 因为有我啊 啊 为什么有我 因为有我直啊 那有没有我 嗯 好像没有我呢 没有我何来的直 是不是 所以 如果呢 我们能够明白 真实的自我 真我 叫做明心见性 明白自己的法身 那根本就没有 我直的问题 没有我直 那何来需要解脱 是不是 本自具足嘛 所以 他在这一个当中呢 马上把重点 直指人心 好 所以就直接指出 不二之法 好 那 指出不二之法呢 当下 就明白 听什么经都能够明白 还能够说 好 所以在这边呢 菩萨修到这个阶段 好 聊一切法 法界 无二 好 所以这边呢 菩萨呢 他就对于一切众生呢 就不会产生 我直 不会产生 法直啊 好 因为无二嘛 好 所以他下面呢 就讲啊 可以顾下面 就是解释 为什么菩萨能够不执着 不住此案 不住彼岸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为什么能够不住 好 我们要讲不执着很简单 可是呢 你为什么能够不执着 其实是因为你有智慧 才能够不执着 好 所以呢 他说 第一步呢 因为菩萨对一切众生 能够呢 明白 观察这个世间呢 非常透彻 好 所以呢 叫做深入众生界 好 就是让他能够不执着 所以我们一般呢 都没有这种研究的精神 好 就大概呢 好 只要有 烦恼 好 就就是从执着而来 好 那对于这个执着呢 我们就没有研究的精神 我们就是一直呢 忙着烦恼 有没有 烦恼的时候 我们就忙着烦恼 好 发脾气 我们就到处呢 好 一直去增长那个脾气 是不是 我越讨厌他 我就找了很多的理由来讨厌他 而不愿意呢 仔细的分析 你这个烦恼心从哪里来 我们是在哪一个执着当中呢 产生了错误的关联 好 所以不会有正思维 就没有这种智慧去解 解决自己的心里面的执着 好 所以呢 这边呢 他就变成说 咦 我们如果能够深入的去观察 好 那自然而然就明白一切法 西皆空 好 所以这是第一步 好 第二个呢 好 不只是对众生能够不执着 第二个呢 对于一切法 也不执着 所以呢 这边呢 同时啊 好 修了我空跟法空 好 我空跟法空 所以不执着嘛 好 那但是 好 菩萨这样子的我空法空呢 好 是他的观念当中舍离的执着 并不表示啊 哎 他就不度众生 所以一般人 如果呢 你修到空性 好 你就很难发菩提心 可是这菩萨不是 菩萨是因为 先发了菩提心 所以他以不执着的心 却不舍一众生 因为他有愿力 有这个菩提心的支持 所以他这边讲 助于无相 但是有现清净之相 好 所以有些人说 哎呀 受菩萨戒啊 能不能化妆 那上次有一个居士啊 他去受菩萨戒 这菩萨戒的师父呢 就说受了菩萨戒之后 你每天都要庄严 每天都要庄严 他说也不早讲 早知道我就戴口红上来 是不是 因为他听说到道场 什么都不能拿 哎 那一个 哎 我们是 这个庄严呢 是要一种礼节嘛 要度众生而来的 但是呢 你也不能浓妆艳魔啊 让大家觉得很突兀 所以你要看场合 所以呢 哎 你不是执着相 但是呢 要看状况 在这个相貌当中 如果你献清净之相 庄严之相 我们在后面 三才童子五十三餐 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呢 哎 有的菩萨呢 是很庄严 众生看到他 就得到解脱 解脱 就得度 所以以清净相 庄严起身 他不是为了满足 自己的美貌 这个让别人都爱上他 不是 他是为了度众生的方便 好 了法 五性 而能分别一切法 好 就是很多人 哎 就是学的法 就说都不执着 不执着就变成不了解 不了解呢 他就没有办法明白 此法与他法 所以产生的法质 就很容易怎样 质亦非他 最典型的就是 啊 你就一句佛号啊 念到底啊 你现在读那么多经 干什么 是 读那么多经 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一句佛号念到底 老实讲是不冲突 所以你越明白 这佛法的广大无边 你越知道呢 这个一句佛号的殊胜 他的威力 好 可是很多人说 啊 你的两枝就好啊 其他干嘛 懂那么多 懂那么多 等一下你乱掉 怎么办 好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是因为不懂的关系 所以了法无性 而能分别一切法相 不取众生 而能了知众生之术 不执着众生啊 但是你能够明白 众生的根性 也能够知道 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不着世界 而现身佛杀 不分别法 而散入佛法 好 所以他是 一直都是用这种 善方便 什么善方便 能够广度一切众生 所以这里就是 有两个字 一个叫做慈悲 一个叫做智慧 好 智慧 让我们不执着 但是慈悲 让我们分身 千百亿 好 所以 悲至双行啊 好 他说 心虽无浊 但是可恐 设 悲至之机 因此呢 就要特别 再来怎样 好 再来 有悲有志 但是还是要回归 于不执着 所以悲至 双运 但是呢 还是要得到自在 好 所以他下面呢 就讲啊 当我们能够 这样子修行的时候 身达一礼 而广演 言教 了一切 法 而不舍 菩萨行 常情修习 无尽之行 自在入于清净法界 所以这是 这个菩萨在这个阶段 好 那 接下来呢 他就做一个辟语 就像 砖木出火 好 是不是 这个火呢 一出来 重重无尽的火 火会延续 延烧 好 那菩萨度众生也是 无有穷尽 所以 一件事情就引发了另外一个 事件 那一个菩萨 就化到 其他的菩萨 所以就是穷穷无尽 所以菩萨如是化终身 是无有穷尽 而在世间常住不灭 好 那 也不是 在这个执着的 这个向上 产生的分别 他不会说 因此呢 我这个功德无量 不是 就是分身千百亿 但是呢 也不执着这个终身 所以再一次强调 所以这叫难得行 非常不容易 他说菩萨如是成就 难得心 修菩萨横实 他说 不说法 奇怪 不说恶圣法 不说佛法 不说释法 不说世间法 不说众生 不说无众生 不说够 不说尽 那不说法 要不要说 虽说无有 能说可说 是不是 佛陀度一切众生 要说法 为什么 因为众生呢 听了法 能够解开 他的心结 能够得到 究竟解脱 但是呢 他说了 无量无边的法 他不执着 他有说法 所以不会说 到哪里去啊 每次都说 你看三藏十二部经 都是我说的 菩萨好像不会这样 可是如果是个名作家 他就会说 你看我著作等身 我在哪一部书里面 说了什么 你有没有去读 是不是 那佛呢 他说了无量无边的法 那也不执着一切的法 所以前几天 有一个居士问他 说师父 大藏经是哪一部经 我说大藏经 大藏经是不是一部经 那结果呢 他就 他以为他问了一个 非常高深的问题 其实呢 他问了一个 这个很外行的问题 对不对 我就说大藏经不是经 不是一部经 但是也是一部经 那到底是什么经 大藏经是什么 大藏经就是经典的结集 叫做大藏经 所以我们刚好呢 就到一个图书馆 就有一套书 我说这个就是大藏经 有这个几十本 他说哇 这部经那么大 比华严经还多 我说华严经也是大藏经 楞严经也是大藏经 所有的经都在大藏经 大藏经是经典的结集 像什么四库全书 那个概念 那他看到的是 乾隆大藏经 我说这个是乾隆皇帝的时候呢 这个下令民间来 这个还有这个官方呢 来做一个整个结集会诊 编修的 编修的这一部经 叫做大藏经 所以大藏经包括 所有的经 也不是一部经 是不是 没有一部经叫做大藏经 这样子了解吗 所以哇 越听越不清楚 这样 他说怎么 到底在绕口令什么 那 那其实就是 这叫做什么 知一切法 无染无取 那所以呢 有没有说度一切众生 有 有度一切众生 但是没有众生像 说一切法 而没有法相 上次有一个 那个很可爱 一个小朋友 那跟师父坐 坐飞机 那他就看到那个 那个荧幕上面呢 有这个叫国际换日线 所以他就一直等 说我要经过那个 国际换日线 结果呢 就等着等到睡着了 他下飞机就说 哎呀 我没有看到那个 国际换日线 这好可惜哦 那他想象什么 叫国际换日线 有没有这条线 没有国际换日线 他以为呢 有一条 在太平洋上面 有一条 国际换日线 对不对 左边是黑夜 右边是白天 这样 那你跨越的那条线之后 就突然从黑夜 变成白天 是不是 那有没有这条线 没有这条线 所以国际换日线 不是线 大藏经不是经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一切法是什么 它是一个概念 那它是概念 那当我们知道了之后呢 哎 有没有所谓的菩萨行 菩萨行不是行 不是一个行为 叫做菩萨行 好 但是 所有的行 只要你的心念 是对的 所有的行 都是菩萨行 穿衣 吃饭 待人 接物 说法不说法 都是菩萨行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以这样子的心 修菩萨行的时候 没有说法 也等于在说法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是一切法 无染无取 不转不退 好 那这刚刚开始呢 就是叫做智慧 因为它有这种智慧 所以所作所为 全部呢 都成就无边的功德 无边功德 好 接下来呢 他说 如是 极灭 唯妙 圣身 罪圣法中 修行之时 义不生念 我现在在修这个行 是不是 以修此行 当修此行 所以很多人 还没有修行的时候 一直说 我要来修行 那你真正在修行的时候呢 其实你不会说 我在修行 为什么 因为当你有修行的心 你的所有的行啊 都在修行 是还没有真正 懂修行之心的时候 才有分修行的时间 跟不修行的时间 是不是 什么叫修行的时间 就是早上诵经念佛 叫做修行 来上课叫做修行 下课之后呢 又要回去继续轮回了 有没有 所以呢 这是叫做 这个就是 不会修行 才会这样 当我们呢 发了一个广大心 即使你在 一个最苦恼的地狱 你也在修行 好 所以他这边就讲啊 不执着一切法 以起一切的大愿 好 所以呢 又不执着于一切的环境 所以他讲啊 在这个修行的心态当中呢 到这个地方已经升华 好 升华到呢 其实没有一个法 叫做生文法 叫做圆觉法 叫做菩萨法 也没有一个修行的方向 叫做往生文解脱 好 往菩萨 乃至于往成佛 好 那既然没有往圣道的法 当然也没有往生死之法 所以没有涅槃 没有生死 也没有轮回 所有的轮回 是一种假象 好 在这个虚妄的假象当中呢 你以为 有一个轮子 把你回到哪里去 是不是 好像有一个地狱 有一个恶鬼 好 有一个畜生 其实 那个是你的心念当中 产生执着 才会有这种分别 好 但是当我们 去除这个分别的时候呢 众生即是佛 好 所以这边呢 就没有往哪个方向去 好 所以这边呢 就在讲啊 何以故 好 那何以故 因为一切法无二吧 好 所以他对这个无二的 这个概念呢 一直不断的反复 好 一直不断的加强 好 让我们呢 离开自己对于 这些法相的分别 好 所以无二 好 所以就像虚空一样 好 其实没有一个虚空可得 好 所以这边呢 就讲到 这样子的智慧 菩萨如是观一切法 皆不可得 然非无一切法 如实无意 不失所作 普世修行 菩萨诸恨 不舍大愿 调妇众生 也不患因果 有的人他悟道的空性 变成没有因果 那很危险 那 没有一切众生相 但是不执着 不执着 也不表示不做 所以这边呢 就开始呢 要继续来发大愿 行菩萨道 所以 普与三世 诸如来等 不断佛种 好 所以能够呢 好 建功立德 下面就讲 功成立德 普与一切 的发心 所有的功德 都愿意成就 好 接下来 他就讲啊 发大愿 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事迹 就是你的心境啊 对一切的众生 你要去哪里度众生 好 他在这边就讲啊 成就如是难得智慧心 修习诸恨 于三二去 拔出众生 教化 调福 安置三世 诸佛 道众 令不动摇 所以你可以到最辛苦 最痛苦的 三土恶道 去度众生 而且可以把恶道的众生 度到成佛 有这种大力量 这种大力 那他就说 复作思念 为什么呢 你遇到了 这些痛苦的众生 受苦受难的众生 你会发更大的慈悲心 所以他说 世间众生不知恩 不报恩 而且呢 更容易怎样 还跟你怎样 这是跟你真的是 做反对的 这种抗争 所以 这是产生了一个 很大的冲突 所以有时候度众生呢 你就要选择 刚刚开始 我们的力量不够 我们要选择 度让自己 有成就感的众生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一个居士说 师傅 我的没什么功能 但是呢 我的功能就是 我很喜欢听法 所以好多师兄 都很喜欢跟我开示 因为不管谁对我开示 我都非常专注的听 这样也是一种度 对不对 因为 他家师兄呢 因为为了要跟他说 更多的法 所以他怎样 一直准备很多的教材 所以就变成 他每次呢 听得如痴如醉 他家师兄呢 就讲得很开心 就无形当中呢 就支持 大家学法学得更精进 所以这其实 也是一种度众生的方便 因为我们要会说 但是也要懂得善听 那刚开始是这样啊 你广度一些众生 度这个很有善根的 一叫就来 而且呢 他用功了之后呢 还会跟你很感谢 很感动 那你度这众生呢 你就会觉得自己 很功德无量啊 那再进一步 等到我们有法的时候啊 力量更强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去挑战什么 那个度不动的 那越度越远的 然后呢 甚至于呢 还跟你对着干的 是不是 你度众生呢 我们要度顺境的众生 也要度逆境的众生 所以这个时候呢 菩萨他愿意去度 那个度不动的 那表示他的力量 还有智慧 是更不可思议 是不是 所以他就讲啊 世间众生不知恩 不报恩 而且更相仇对 邪见执着 迷惑颠倒 愚痴无智 无有信心 虽诸恶有 其诸恶惠 贪爱无名 种种烦恼 阶析充满 如果我们遇到的 这些众生 第一个念头就是 哎呀 算了放弃 是不是 让他自己 慢慢去轮回好了 那我也度不动 没法度嘛 我度不动 但是呢 如果你的智慧 你的力量 还有 你的方法更多 前面是方便嘛 接下来叫怨 那有了这个大怨 菩萨就会起这个念头 他说 这就是我修菩萨行的地方 是不是 越困难的 更能够显出 我是菩萨发行 所以越南的地方呢 他就越有菩萨 那 以前佛陀有一个弟子 叫富隆那 富隆那呢 是这个 在这个 印度 西北方的人 在那个交界 交界之处 跟中亚交界之处 那他呢 就 有一天呢 学成了 他说啊 佛陀 我要回到我的 虾乡去度 叫做苏炉那国 佛陀说 苏炉那国的人啊 非常的难交 而且呢 很暴力 他对于这些呢 什么佛教啊 很排斥 你受得了吗 他说 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因为这是我的家乡 我知道那边的人 很难交 那也就因此 我就非要去不可 因为富隆那是 说法第一 那 非常 会说法 那佛陀就问啊 那如果那边的人 不听 而且呢 他还骂你怎么办 他说我要感谢他啊 刚好让我练 忍入功德 是不是 那如果呢 他骂你就算了 他还打你怎么办 那我就要忍耐啊 我要接受 他打我 我也不会还手 那他如果呢 拿了刀杀你怎么办 是不是 不但呢 不感谢你 还拿刀来杀你 砍你 你如果死了怎么办 他说 那我要更要感谢他 这样子就让我早日解脱 是不是 正到阿罗汉啊 早日解脱 可以入涅槃 佛陀说 好 那你可以去了 是不是 预设到最差的情况 你都还能够愿意去 而不是说 他会打我 那我不要去了 是不是 那你就表示 不是真正的有怨心 所以 是我所修菩萨横处 这众生呢 他本来就是这个状态 这么糟的状态 你还愿意度他 那就是菩萨 所以呢 这叫做 这个菩萨的怨心 菩萨怨心啊 他说 舍有知恩 聪明 慧解 我们最喜欢度这种人 是不是 没有讲两句 他就呢 拿很多好吃的来供养师父 深感 感恩 这样 知恩 那聪明 是一讲就明白 其实没有讲 他就明白了 只是你以为是 因为我们很会讲 是 好聪明 慧解 即善知识 充满世间 我不于衷修菩萨横 所以菩萨很奇怪 他不喜欢 跑到 已经修得很好的人 的这个众生 的这个环境里面 来度众生 因为度得很好 他自己就会修 你不用 不用我们来度嘛 是不是 他自己就会用功 好 那我们要去哪里 他说 我于众生呢 无所敌没 无所寄望 我不会执着众生 我也不会期待众生 乃至于不求一丝一毫 以及一字的赞美之言 我就是要发心 修菩萨行 所以未曾有一念 自慧于己 但欲度脱一切众生 令其清净 永得处理 所以有需要的地方 就有菩萨 是不是 这些众生呢 这么难调难辅 就更需要有大愿力的菩萨 去度化 那好调好福的 本身就是菩萨 好 你不要一直等着 哎呀 佛你要来度化 我不对 应该要 这些众生 应该要怎样 发愿 自己就是菩萨 我就要广度一切众生 好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到了难得恨的 难得行的这个菩萨呢 他的心态是这样 他说要度就是度这个 没有办法度的 而不是要度 很懂得知恩感恩 因为我不是为自己 不是为了要人家称赞我 不是为了要别人说 哦 你好会度众生 其实佛也是这样 佛说我度了一切众生 其实众生呢 是自信之度 他没有度啊 好 所以何以故 于众生中 为民导者 法应如是 不取不求 你是有智慧的人 你是大导师呢 只是在这个法当中呢 呈现出一个典范 广度众生 但是并不是执着 哎 我很会度众生 所以是不取 也不求 但为众生修菩萨道 令其得知 安因彼岸 成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这是菩萨的一个难得行的心态 好 所以这边呢 就讲到 菩萨摩赫萨第八 难得行 好 难得行第一个 智慧无量啊 所以他呢 知道一切众生呢 好的 这个 相是虚妄 所以众生是虚妄 但是不舍 修菩萨行 好 那也了知一切法 好 但是呢 不会因此呢 就 哎 自己啊 就产生了一个傲慢心 也不会产生了 对于这个众生相 还有这个世界 产生执着 所以这是菩萨摩赫萨的第八 叫难得行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 跟第 这个第八难得行相应的 这一个善财童子参访的对象呢 是谁 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讲了 一个无厌竹王嘛 这个无厌竹王呢 是做什么的 他就是做判刑的工作 所有的 可恶的 犯戒的 所有的杀父杀母 这些 所有犯法的众生 全部都抓来 剥皮 然后呢 分尸 给他处以种种的疾形 所以善财童子呢 一见到无厌竹王的 这个酷刑啊 他心当中刚开始是觉得 很怀疑 他说为什么这个人 叫做善之士 明明那么暴虐 那无厌竹王呢 就抓着他的手说 哎呀 你来来来 你来看一下我的宫殿 结果他发现 他的宫殿啊 庄严无比 而且他身边的眷属 对无厌竹王呢 是从心里面的喜好 打从心里面的佩服 而且呢 在心里面呢 是真的很愿意来 供养他 追随他 无厌竹王就跟 善财童子说啊 说如果我是真的 这么坏 我怎么会有 这么好的果报呢 所以我怎么会过 这样子的生活呢 所以你要看清楚 你对于一个人啊 你一定要搞清楚 不是只是看表象 你要了解他的内在 好 所以呢 哎 他说啊 其实我度这个众生呢 用特殊的方法来度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的众生呢 这个善根很浅薄 做很多坏事 可是你怎么教 他就不会听 是不是 我们每次都说 哎呀 不要做坏事啊 大家都说老生常谈啊 可是照做 是不是 那你要到什么时候 你才会 产生很大的冲突呢 就是什么 就是要看到 有人 跟你一样的行为 结果他最后的果报 惨不忍睹 有没有 所以无焰烛网呢 就献出一个 这个假象 演的 所以那一些受苦刑 在那个地方被分尸啊 的这些景象啊 其实都是演的 就是假的 那只是为了让众生 看到这个电影啊 看到这个现在的这一幕啊 就赶快啊 就不要再犯恶业 不要再造 做这些种种的坏事 所以这是无焰烛网的慈悲 那我们有一个居士啊 他以前啊 在40年前 就是那时候啊 他们家是在 这个做那个宴席的 那这做宴席啊 都要杀鸡宰羊啊 那他诶 嫁到这个 这个家里面呢 他也要去杀鸡 他就非常害怕 不会 他也不会 那他先生呢 诶有一次啊 就飙到了一个案子 就是帮忙杀鸡 你自己 自己亲自杀鸡 还可以多赚一些钱 是不是 那然后呢 诶 这个有暴力啊 所以啊 他的先生呢 就很想呢 要来做这个工作 就是专门杀鸡 然后批给人家 这样 这是一种工作 可是诶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佛 他就觉得 真的是太残忍了 他做不下去 是不是 那结果呢 诶 他的心里面呢 就一直很不愿意 做这个事情 可是他的同修啊 好 一直怎样 就是硬要做 好 那你怎么办 你扭转不了啊 好 他赶快默默的祈祷 希望呢 奇迹发生 结果果然呢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好 那个杀完鸡之后 要拔毛 对不对 好 要除毛 然后要用热水烫 然后那个毛 才会脱掉嘛 所以呢 杀完鸡呢 他们就通常就是 把那个鸡的脖子 这样子割了之后呢 就把丢到 那个大桶子里面去滚啊 然后就会除毛 是不是 所以呢 诶 他同修呢 就做这个动作 做得很顺哦 做做做做了 诶 滚 把这些鸡全部滚好了之后呢 他把这个大桶子的盖子打开 结果里面呢 竟然有一只鸡 这个头呢 已经断了 剩下 剩下 那个皮连着 跳出来 往前跑了十公尺 他在当下呢 他同修就跪在那边 我再也不敢杀鸡了 死了还能跑 他说 哎呀 这是这一幕 从此呢 就说我不要杀了 所以这是菩萨 那一只鸡啊 其实明明都 毛都已经被除掉了 还可以跑 往前跑十公尺 是被吓到的 他的 他的同修也被吓到 但是吓到 吓得很好 从此就 不要再做了 所以他就很感恩了 菩萨呢 对他很慈悲 那派了一只 死了还能跑的鸡 来吓他们 所以你看 这个吴燕竹王呢 他用的方法 手段也是这样 他把最恐怖的情境呢 让大家通通都吓到 吓到之后呢 你就不敢做坏事 是不是 所以有善根的人呢 只是听闻佛法 他就知道不要做 没有善根的人呢 他要看到果报 众生为果 害怕果报 菩萨为因 那这是吴燕竹王的方法 那吴燕竹王的方法呢 他对某些人是有效的 所以他说 我只知道这个法门 你如果还想要学更多 那我跟你介绍一个正常的王 所以他就说 于此南方有成名妙光 有一个王 他就介绍 这个大光王 你去找大光王 大光王可能比较符合 你心目中 菩萨的一个 这个想象 你可以继续修 好 所以大光王呢 是对应第八 难得行的一位善之士 所以耳食善才童子 一心正念 彼王所得 患至法门 所以这是第几 这第七册 第七册则338页 如果大家要看的话 可以这样对照 他要去见大光王 但是呢 在还没见到大光王之前 他就一直在意念 刚才那个祖王 给他的教法 原来智慧可以这样子使用 是不是 因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啊 这叫如幻智 如幻智 那起了这样子的如幻智 就可以有如幻的变化 如是思维见次游行 那他就慢慢的 就到了大光 妙光城 就是大光王所住的地方啊 他就问人啊 他说 到底是哪里才是 妙光城呢 结果他到了妙光城 问人家说 哎 妙光城是在哪里啊 那这个人就说 你到 已经到妙光城了 这里就是 是大光王所住的地方 那圣财董子呢 就很高兴啊 说太好了 这个城里面了 我就可以见得到 大光王啊 那他要见大光王 一定要好好的去问 这个大光王 到底什么是菩萨行 那他一进到这个城 就发现这城呢 非常庄严 有各式各样的宝物 好 那这个金银流离 车渠玛瑙 等等的宝物 就片满这个城 这城里面呢 是一片富饶之象 好 很庄严 好 宝多罗素 七重行列啊 七种金刚 以为其源 各个围绕 就是这个城墙 是钻石做的 好 这么美 然后有无量的庙宝 来做一个装饰 这个城里面呢 是有很多的宝物 所以大家先介绍一下 这个城的样式 好 那这次我去那个上海啊 就有一个城 有一个造镇 这个造镇呢 叫做泰吾寺镇 泰吾寺小镇 那泰吾寺小镇 就是仿什么 英国的风格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不用坐飞机 就可以到英国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就在那边 拍婚纱啦 背景就是 泰吾寺小镇的那个 那个样子 那进入这个造镇呢 就真的感觉到 建筑都非常的相像 就是跟英国的那个风光 很相似 可是相似还是有不同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就看一下 他说师父 你仔细看还是有所不同 那我说哪里有不同呢 他就指着 某一家的阳台上面 掉了一个内裤 然后呢 另外一边呢 有一个花的棉被 晾在外面这样 晾在这个窗台上 就悬挂万国旗 是有点不同 那每一个人的居家的习惯不同 那你住在泰吾寺小镇 应该要有英国的那个习惯 可是没有 我们就还是有什么 本土习惯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 你环境这么美 那你里面的人是什么状态 所以呢就看哦 这下面呢 有无量万亿众生 于中止住 这些人是什么情况 他们住在了豪宅 所以 无量严幅谈经楼阁 皮流离魔灵网 罗附其上 就是在讲 他们住的环境 都是宫殿型的 所以有楼阁 那这个楼阁 这个众生呢 住在里面呢 他是什么样子的姻缘呢 他说 现在啊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 这里面有一个楼阁 叫做正法杖楼阁 大众看了都会觉得 非常庄严 大光王就住在这里面 住在里面做什么 要度一切众神 所以他先介绍一下环境 尔时善才童子 与此一切珍宝 妙物乃至男女 六成经节 皆无爱卓 他看呢 他不会说 哇太好了 我也要来住 不会 他知道他要来学法的 那除了观光之外呢 还要来了解这个里面 这大光王 为什么他可以把他的国家 经营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但正思维究竟之法 只是想要见到善之士 就见到了这个王 王在哪里 王就是在这个宝座上 打坐 这个王呢 有二十八种相好 二十八种相好 佛有三十二相 他有二十八相 二十八相 那所以这个王非常庄严 好 那这个庄严之后呢 在王座的前面 有各式各样的宝物 好 那他这个王座前面 这个宝物做什么呢 是拿来做什么 拿来布施 好 拿来布施 所以他看到这个王 他修的法门 还没有听到王说话 他就看到 王一直在做布施 然后这个城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菩萨 都在布施 所以这个王 都一直在做布施的工作 所以己施众生 未遇普摄众生故 要度一切众生之前 先做大布施 做大布施 所以善才董子呢 就看到这个景象 说原来这地方 那么庄严 那么清净 乃至于这么有福报 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在做大布施 所以他就说 大王 我已经发菩提心了 可不可以教我 什么是菩萨行 那王就告诉他说 我修什么 我修慈悲 大慈床行 那什么叫大慈床行 其实很简单 是不是我们讲 方便愿立志的愿 就是行菩萨道 而且修最满足的菩萨道 所以就是大慈悲 他说一切的无量的众生 他都有需求 我要度一切的众生 要用什么方法来度化 他说我过去 每次见到没尊佛 我就问他 我要怎样可以把自己的价值 最大化 我可以把自己的 这个度众生的效果 达到最大的功能 他都在问这个问题 所以他说 圣男子我于无量百千万亿 乃至不可说 不可说佛所 问难辞法 到底要怎么说 怎么做 是不是 要做慈善 也要做大慈善 还是要做小慈善 当然能够做 要做最大的慈善 是不是 要做最大的慈悲 这个才是彻底 所以不是以 一点点说 我也有做 我每次都有捐一百块 捐一百块 每个人都可以捐 那你要怎么做 可以做到有效果 因为度了这个人 你不是只是给他吃 还要让他能够离苦得乐 是不是 所以思维观察 修习庄严 那 诶 这个 这所有的佛呢 都教他 要修大慈悲 所以我以慈法为王 以慈法教赤 我用这个 慈悲行 为我的原则 那我要度众生 怎么度 刚好 这个国家是我的 所以我要来 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 我用慈悲来治理 是不是 一般 你看 吴彦竹王是用法律来治理 是不是 用处罚来治理 他用什么 他用慈悲来治理 他用广度一切众生来治理 所以我以慈法设受 慈法随足世间 慈法引导众生 就是 所有的人得到我的不失 他要来感谢我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你不用感谢我 你只要继续慈悲下去 是不是 起善的念头 去广度一些众生 所以我们对佛最大的报恩 就是将此身心奉 成岔 是不是 那将此身心奉成岔 就是继续 我也要成佛 我也要广度一切众生 这就是最大的报恩 所以 另一切众生 起同样的心 所以以慈法 让众生 能够得到了解脱 所以他说 以慈为主 具足慈力 有了这个慈悲心 其他的 利益心 安住心 哀敏心 射受心 守护众生心 不舍离心 什么什么心 都有了 所以慈悲心 是所有一切 后面的善心 的一个前导 所以诸佛菩萨 以慈悲心 为体因 慈悲心 而发菩提心 所以他说 慈悲啊 就是我最重要的 一个修行 所以 我以慈法 另一切众生 必尽快乐 所以下面就讲啊 善男子 我就是修这个 大慈床行 大慈床 就是慈悲两个字 一个王啊 这是不是就 比较像了 上一次那个王 有一点吓人 这一次这个王呢 他既然那么慈悲 你看他的 这个众生啊 就不得了 所以 我国土中 一切众生 都是 无有恐怖 在我的环境里面 每一个来 都快乐的 不得了 没有恐怖心 所以一个慈悲的人啊 大家 靠近他 不会发抖 是不是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说 哎呀 这个慈悲 会不会太懦弱了啊 其实 这个是一种方便 先让众生 离开了恐怖 他欢喜 喜欢住在这里 那我们常常呢 哎 就是说 你常常 很有人缘 以后你做什么 大家都愿意跟 那你 你虽然说 佛法 哦 懂很多 可是都没人缘 每次要说佛法 都只有两个 那两个 还是跑不掉的 那两个 来听法 那这样子不是 就很悲哀嘛 所以呢 我们要先成为一个 有慈悲心的人 那这个慈悲心呢 就是 他说什么 他说 就是叫做 予取予求 为什么能够 予取予求 因为 他有足够的福报 当我们 拥有很多的时候 人家怎么来求 我都可以给 有没有 所以他说 如果有众生 贫穷困乏来自我所 而有求所 我开裤藏 自其索取 我打开仓库 你要拿多少 就拿多少 随便你拿 他说 那搬完怎么办 现在的问题来了 他的仓库 搬不完 是不是 搬不完的时候 你就让他随便搬 好 那我们因为 很少嘛 所以都不敢 把自己的仓库打开 是不是 好软囊羞涩 他说 哎 那你要来搬 你与其呢 你为了那些资财 跑去 抢别人的 跟别人呢 为了一个薪水 谁拿多 谁拿少 在那边互相攻击 是不是 我们大部分的烦恼 不外乎就是 这个资粮不够嘛 好 所以呢 大家为了争夺某一些利益 好 所以到最后呢 反目成仇 是不是 所以呢 哎 这个 这个是不需要的 因为这个是浪费我们的生命 所以他说呢 你要呢 你全部通通给你 好 所以只要呢 你做什么 莫造诸恶 莫害众生 莫起诸见 莫生执着 如等贫乏 若有所需 当来我所 你需要什么 你都来找我 你不要去伤害一切众生 好 所以呢 你看 这是一个大王的一种心量 即是渠道 一切诸物 种种具足 随意而取 勿生疑难 你不敢来找我 没关系 路边看到的都是你的 有没有 那个墙啊 都是宝物嘛 钻石 有没有 那个树啊 上面都七宝 那个地上呢 铺的都是黄金 你要多少 就多少 这是不是像阿弥陀佛这样 阿弥陀佛说 你只要念佛 好 你就可以来住我家 是不是 我家有多好 黄金为地 流离为尺 好 你们都不怕偷 随便啊 你要挖地就给你挖 反正我是地这么大 也不怕你挖 是不是 你扛的回去就扛吧 是不是啊 所以呢 但是你能够呢 愿意去 你的心啊 这没有机会造恶业 所以在阿弥陀佛的净土呢 根本就没有偷拐墙片啊 因为不需要啊 大家多得很 所以我们这边是因为匮乏嘛 不够嘛 所以产生谈念 必须要去做什么 做种种的偷拐墙片 我们怕被人家偷拐墙片 所以呢 就竹了很高的墙 设了很多的锁 把自己锁在里面啊 有没有 免得被人家闯进来 其实是把自己锁住 有没有 门窗都关得牢牢的 因为你怕被人侵犯 所以这个地方呢 菩萨不是这样 他全部通通开放 你通通要就全部拿 路边捡的 你都捡 反正呢 路边随便都有 好 那 那这个时候呢 诶 众生真的就怎样 就很欢喜啊 他说 这个妙光城所住的众生呢 因为住在这个地方 就发了菩提心 好 所以他说 诶 皆是菩萨发大圣意 随心所欲 所见不同 看出来的景象就不一样哦 好 有的呢 看到这个城很小 有的看到很大 有的看到很凹凸不平 有的看到很平坦 有的看到呢 就很多的污秽 有的看到呢 诶 是七宝庄严 所以其实他讲的 妙光城是哪里 就是这里 是不是 舒服世界啊 你的心当中是污秽的 你看到就 哎呦 到处都在战争 你的心当中如果是 慈悲的 发菩提心的 跟妙 这个大光王一样的 你就会看到什么 看到全部都是宝 都是净土 好 所以这是这个妙 这个大光王讲的 他说 若有众生其心 清净 曾种善根 供养诸佛 发心去向一切智制 以一切智 为究竟处 好 或者是 跟我结过缘 就是我息食 修菩萨行 曾所射受 那他来住在这个城里面 他就看到 这个城叫做 重宝严禁 于皆见毁 是不是 所以没有这个善根的 就没有发现这个城市 非常清净庄严的 好 所以善男子 此国土中一些众生 武浊 二世的时候 很喜欢造恶业 那我就很慈悲啊 我看到他们那么可怜 好 所以呢 就发愿 我要做大慈悲心 以大慈悲为首的菩萨行 然后他就入了这个三昧啊 好 他入这个三昧的时候呢 所有一切众生啊 就被他的三昧的力量感应 好 所以入此三昧时 比诸众生 所有不畏心脑害心 种种的如是诸心 息字消灭 好 所以这是他修的法门 好 所以入慈心三昧 好 且在虚与 自当现见 他马上呢 就入定 然后就叫这个善财童子看 然后他就入定给他看 一入定呢 嘿 他发现了善财童子 就看到城内啊 所有的人都向着大光王的方向 顶礼 好 顶礼哦 他说什么 他说 楼阁顶礼 人也顶礼 树也顶礼 乃至于鸟兽都顶礼 有看过这种情况吗 连那个房子都会顶礼 这样 好 所以一些山也会顶礼 然后泉水 就流到王的那个方向 好 所以这是非常神奇 所以整个可以转这个世界 好 那十千龙王 十千天王 无数天女 都来向 向这个王来顶礼 来恭敬 供养 好 那乃至于呢 最可怕的这些 揪盘图王 罗刹王等等 本来都是在 残忍的伤害众生 结果因为王入这个大慈悲心 就舍弃了那个恶念 顶礼于王 好 那除了这个世界是这样 其他世界也是如此 大光王就入了这个三昧 那就呈现这种情境 他结果呢 他就跟善财同志说 我就是修这个法门 什么法门 叫做慈悲法门 慈悲没有敌人 入了慈悲三昧 什么众生都得度 所以他的世界呢 也不大 无量无边 也不小 那你说 真的呢 要找到这个心啊 你说就是呢 自己一个人修慈悲心 你就可以感应 无量无边的 这个众生 所以呢 这是大光王的 一个修行法门 他说大慈悲心为首 那大慈悲心为首呢 其他的法门呢 就还要再进一步 希望呢 这个善财同志继续来修行 所以他说 我就介绍到此 所以我们现在 读到的这个大光王 他就是很简单 就是两个字 叫做慈悲 好 叫慈悲 那这个愿呢 其实就是以慈悲为前导 好 所以这是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 还能够有这么多的善知识 真的是非常有福气 好 我们今天呢 就介绍 好 第八 叫做难得行 好 那这个大光王的一个典范 就是告诉我们 要以慈悲心 来经营我们的这个世界 那这世界呢 就变成净土的世界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向下文长 附带来日 来回向 愿我无敌意 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无身体的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的父母亲 我的导师 亲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修缠者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 比丘 比丘尼 沙咪 沙咪尼 善男子 善女人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四肢聚的 不施主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的护法神 在这寺院的 在这住所的 在这范围 愿所有的护法神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明相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类 所有苦道中的众生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脱离痛苦 愿他们不失去 以正当途径 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依据 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 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回向功德 愿此功德 众善根 累世冤亲 同占恩 由私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度有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